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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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很多人都不愿意再参加旅游团了 是 是 是 因为旅游团太失败嘛 对 大家都参加过旅游团 因为旅游团呢 第一除了像居住 然后餐厅它有一个限制之外呢 其实是游玩的时候 很多时间我们像购物或者是拍摄 这些时间都被限制住了 所以呢 我就发现制作 就是旅游 制作游的人开始慢慢变多了 是的 而且这个群体开始年轻化吧 也算是 然后我们主要是通过酒庄的那个销售业务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呢 他们都有一个疑惑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自己 一堆人自己组织起来 然后一起去自驾车去游玩 是 是 是 对 就有同样兴趣的人自己组织起来 而不是跟一群不认识的人是吗 对 对 对 所以呢 我就给他们开发了这个项目 主要是我以自己的关系 因为其实餐厅的部分呢 是我去年 前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媒体软件 他那个CEO呢 联系上我 然后我是作为加大第一个 我们这边叫做food influencer 就是一个对餐厅有影响力的人 我去给他们每一个西餐厅去写评价 然后做神秘顾客 然后通过这个关系呢 我就跟当地有一些比较出名的一些餐厅 有很好的联系 所以呢 我就把这些餐厅介绍给我们 从外面过来旅游的人 去品尝 然后吃到不一样的加大的本地文化的食物这样子 特别有意思 对 对 然后呢 住宿的方面呢 是因为我去年开始经营民宿嘛 对 是 然后今年我们开展的那个 那个物业管理公司 然后也接触了很多不同地方的一些酒店 其实有一些酒店呢 它的价格不贵 很有特色 对 然后有一些民宿也是 所以我就把这些作为一个 就是出发点 把它们都连起来了 主要是针对的人呢 其实真的这个消费群体还蛮大的 因为主要我去看了很多 特别是从国内来的人 他们很多人的美签呢 都被拒了 拒签 对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呢 就很多人就是把旅游的趋势 从美国搬到了加拿大这一块 主要也是 其实有一些 我觉得国内大部分的人呢 他们会有一些亲戚或朋友 会在加拿大这一边 是的 所以他们很多人过来游玩呢 都会超过两三次以上 当你来了从一个地方 然后游玩了两三次以上呢 他们就会发现没有地方可去了 对 是这样子 对 即使是我们当地人 本地我们 比如说我们居住在多伦多 我们步步地区 跑个两三次 好像觉得真的没什么地方可去了 是 对 那这之后他们就要需要我们了 对 对 对 我就会告诉他们其实 如果像深度游的话 其实是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玩的 只是你没有发现当地有一些特色的地方 这样 真的是非常好啊 因为你想出去旅游 一共就没几件事儿 你就已经把这个吃以及住 都给他们解决掉了 包括了 你仔细地讲解一下提供哪些服务呢 这个私人定制 对 其实呢 一开始我们的想法呢 主要是因为针对自助游的人群 但是呢 我发现有一些人 他们旅游其实是有目的的 目的性 特别是从国内来的人 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像是喜欢红酒 但是呢 可能法国 美国那边 他们玩腻了 然后喝葡萄酒也喝习惯了 所以他们想要品尝新国家的酒 那其实加拿大它算是一个蛮新的东西 就是在我们葡萄酒界里面 因为其实加拿大酒并不太那个普遍 所以呢 我就给他们组织一个酒庄游这样子 大概三天左右 他们都是围绕着不同的酒庄 然后不同的葡萄酒去品尝 有主集性的 那这是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投资群 有一些人呢 他们手上有一个闲钱 他们想要投资物业 或者像一些当地的比较出色的生意 所以这一部分呢 其实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点会比酒庄游要更大 因为酒庄游呢 只能局限于在瀑布地区 但是像投资油的话 它可以跑 整个加东都可以跑 是 特别有好的地方投资 对 没有错 像可能多很多这边物价都比较贵一些 像我们可以跑蒙特利尔那一块 其实那一块还不错 因为其实那边的物价还是蛮低的 然后最后一个其实我比较看重 就是很多人都是过来摄影的 摄影游 因为像九月份的时候就很多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过来摄影为主 对 特别是蒙特利尔那边好像有一部电影 然后介绍了蒙特利尔那个地方 然后很多很多人都蜂拥而至去蒙特利尔 对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 其实我们很熟 然后他们呢 就是在蒙特利尔有个大学 他们是非常出名就是摄影系的 就是传媒传媒系的那一部分 那如果他们就是像我们国内的人过来 或者是本地的人 对摄影真的很有兴趣 其实我可以就是把他们连起来 就是去上 让他们那个学校 学校给他们开个一两堂课 让他们在蒙特利尔住个两天这样子 是 然后同时又能看到蒙特利尔的美景 拍到这个美照 对 一举两得 是的 是的 真的是一串一串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串起来 所以现在一共是有三条线 对 蒙特利尔的线 对 然后这个尼亚加拉的线 尼亚加拉 还有就是投资 多伦多这个投资线 对 没有错 其实就是比较多的是 有些人他们是过来半个月 那半个月的话 其实我们这三个地方都可以玩变 对 那接下来对于这个旅游 这私人定制方面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想法 能把它越做越好 或者说怎么样吸引到更多的客户呢 其实呢 我现在在扩展 就是扩展不同的餐厅跟那个酒庄的地方 还有那个民宿 因为其实很多人对民宿不太了解 其实民宿呢 在台湾很流行 但是在这边呢 其实相对比较少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民宿 其实我也不是那一介 对 其实老实说我们年轻的这一代呢 还是对民宿还是有一个障碍 因为觉得怎么样都是还是酒店比较来的方便 对 对吧 但是呢 其实民宿呢 我觉得它除了有一种家的感觉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围绕家 然后围绕舒服这两个字 所以呢 我觉得民宿的话会针对三四十岁 有家庭或者是有一群朋友 这样子会比较好玩 如果就是一两个人去旅游的话呢 我自己其实还是建议住酒店 住酒店 对 民宿的话相对比较好 对一群朋友出去旅游 那民宿呢 像我自己在经营的 瀑布的那个民宿呢 其实我们是围绕的 我们英文叫做Bet and Breakfast 所以它除了我们住之外 还有早餐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觉得有一些人不熟悉民宿的人呢 他们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去住 对 尝试一下搞不好就喜欢上人呢 喜欢上 对 没错 因为都要尝试一些比较新的方式 然后才能做出决定 那其实这个民宿和Airbnb是不是很像的呢 其实很像 但是Airbnb其实不包括早餐 对对对 Airbnb是不包括早餐 其实年轻的人可能会趋向于选择Airbnb 因为Airbnb比较年轻化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就是在Airbnb里面 认识其他不同的年轻人 大家晚上可以喝个酒啊 然后一起出去约出去玩 但是B&B的感觉呢 就是更老一代 对 他们就是出去玩完之后 早一点回来就睡觉了 然后就早一点起来就吃早餐这样子 好的 谢谢小庄今天给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这个一个 私人定制的这样一个项目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 或者说又有什么新的项目 等待你去开发了呢 其实我希望就是来的这一年呢 我可以开发温哥华的那边 因为其实蛮多人在问我温哥华的那一条线 其实温哥华我觉得华人真的蛮多的 是的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我出动 因为其实 有很多人都在做什么 对 不是没有 没有很多人在做 但是我觉得你出到街道上去问 他们就会告诉你 主要是那边我觉得华人 互相之间亲切感还是蛮足的 相对这边可能白人比较多吧 是 然后主要是英文也是比较难沟通 然后我做这一条线路呢 就是给大家语言上确保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对 好 谢谢小庄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 也谢谢电视间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